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十场比赛 猫树击报过熊鹿、猫龙、勇士和步行者这样的强队 骑士队过去十四场比赛 战继维西胜西腹 胜利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在这过程中递报过龚牛、骑豹、尼克斯、太阳、猪熊、猪熊、猫树 值得一提的是 太阳和猪熊经为虎人高输过没堆酒的球队 大际至今 骑士队计为十六胜四十八复 胜利仍然为联盟斗鼠第三 斗鼠第一是太阳 斗鼠第二是尼克斯 目前 骑士与东部斗鼠第三的光牛之间 差距有两个胜场 将有四的全灯架和现灯架 一个是能赢但必须控制 一个是想赢 但问题太多争赢不了 又回出这二十九分钟 投篮十一中风 贡献了十六风和十四格篮板 从猎福山里和东队军 骑士阵纪楼五胜大富 曾经的骑士三巨头 当时除了猎福过得还不错 欧雲和赵姆斯 可以称之为难修难地 买买地比了近期胡云 骑士 凯尔特元三支球队的战绩 过去十战 赵姆斯的胡云战绩 仅留三胜息负 欧雲的凯尔特元战绩 又仅留三胜息负 落伏的骑士队战绩和胜利 都好过他们 有五胜五负 大却六战 胡云二胜四负 骑士四胜大负 凯尔特元最惨剑一胜五负 虽然骑士费城 比胡云和财尔特元更轻松 但也必须考虑又一个问题 胡云和财尔特元 都是有更高期待的球队 乐福 两个兄弟 你能打稿的 自从能源将一闹剧开始 胡云战绩为四胜九负 目前以三十胜三十三负 排名西部闭时 眼看着江南无人最后赛 毕竟在这段时间里的 战绩为八胜万负 看起来比他们的老冤家好一点 但是秦宁先结束后 立军干预了四连败 战绩为四负一胜 今天 他们又输了 欧阳甚至在经过球员通道时 对着镜头自能自语道 等待我退运了 我不会怀念这里的一切 并且还到了粗口 胡云的现状真的非常堪忧 本赛季打完了六十三场比赛 仅取得了三十胜三十三负的战绩 而去年常规在打到六十三场时 胡云队的战绩是三十一 胜三十二负 这让老张非常的难堪 不管胡云本赛季的过程如何 结局就是这样 老张队并会被堪很久很久 我们只能自己放好心态 胡云本赛季从今天Bot结束了 心理素质不好的 或者对胡云失去信心的 本赛季就不用看了 对胡云还带有希望的球迷 最好放好心态 和心看球 本赛季老张和我们球迷都不容易 这民国合法 by bwd6